世上没有真的敢奉献 其实因为特殊的身份 除了平常上街你不太自由之外 好像有别的一些事情 别人能够经历的你也不能够经历 比如说你没有一个完整的校园生活 我这块倒是还好 其实大家可能不了解我还好 因为我初中的时候 我初一在学校上学 然后我初三又回去了 然后其实初二中间有点空白 初三因为要准备中考 但其实朋友都是初一的朋友 那初三其实也 因为其实说实话 初中的课程没有那么的难 所以你现在会跟那些同学 还有保持往来吗 对 有 就平常怎么样的保持联系 就平时可能没有个群 可能平时大家聊一聊 然后有时候回重庆 会叫他们出来吃个饭玩一玩什么的 我记起来了 就上次咱们一块去工作的时候 对嘛对嘛 你会找他们一块吃饭 对 那会不会感觉其实因为大家的工作 和学习的一些近况都不太一样 可能共同的话题也比较少 我其实还好 还好 因为我初三他们就习惯那样了 所以现在其实也还好 你身份的改变 你越来越红这件事情 有没有影响到你和这些老同学之间的交往 其实没有 因为我红我再红我再不红 不管他们任何事情 对吧 其实其实还好 就是跟他们的交往方面 其实没有跟我红不红 有任何关系 但不管怎么样 因为你每年回重庆也就一两次吧 对差不多吧 就过年回去一趟 或者是真的是有工作机会的话 回去一趟 所以你大部分的朋友 还是演艺圈的朋友 其实我朋友不多 我朋友挺少的 对 以你的性格应该是怎么讲 会很多什么 对 以你屏幕上的性格 荧幕上的性格 其实不是 其实不是 怎么讲 你是不太喜欢交朋友吗 怎么说呢 你要说朋友 你微信号里的都可以叫朋友 咱们见过一次我也可以叫朋友 都是朋友都是兄弟 但是其实你真正能够信得过的 或者说你能够交出来吃饭的 也就那么几个人 没有几个人 都是一个手输不过来 一个手输不过来 两个手输不过来 就算你在圈里有一些好的朋友 但其实这个圈 怎么大家都飞来飞去挺忙的 对 你很难有时间去 这个圈子就很 第一次见面咱们就亲爱的了 亲爱的你最近好吗 然后怎么样 然后咱们没见过 就是会有时候 就是会有一点点这样 对 所以说真正的朋友还比较少 所以你会觉得孤独吗 有时候会吧 对 但是还是找办法自己排解 怎么样的排解 就在家里边些哥打游戏 然后养养宠物 然后有时候开车出去溜溜 这样的生活 你不觉得压抑吗 就挺压抑的 但就想办法排解 排解就是打游戏 游戏打一趟 看电视 看看网局 看看网局 对 看电视剧 看电视剧 其实也有一面脆弱